大家好,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Redux Saga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中间价的概念了 这里我要再强调一下 中间价指的是Action和Store的中间 所以它指的是Redux的中间价 只有Redux里面才有Action和Store的概念 很多同学学着学着就把它说成了React的中间价 这是不对的 中间价一定指的是Redux的中间价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说 之前我们使用了Redux Sunk这个中间价 来解决异部代码的问题 我们把异部这样的代码都放到了Action里面去 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做自动化的测试 以及代码的拆分管理 那么Redux Saga也是去做这种异部代码拆分的一个中间价 所以呢,你可以使用Redux Saga来完全的代替Redux Sunk 那为什么要讲这两个中间价呢? 实际上,在我所见到的React项目之中呢 基本上,要么使用Redux Saga进行一部处理的代码的编写 要么使用Redux Sunk中间价来做一部的处理 所以呢,大家把这两个中间价学会了 基本上遇到目前主流的React项目都可以快速的上手吧 好,我们来看Redux Saga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 首先打开之前我们写的TodoList的代码 上节课里面呢,我们打开这个TodoList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把一部的操作都放到了Action Creator里面去 这个时候呢,我们创建的一个Action实际上是一个函数 它和之前我们创建的这个对象啊,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使用了Redux Sunk,这里我们写函数也是OK的 那现在呢,我们不使用Redux Sunk了 我们要使用Redux Saga 所以我们要把这段代码呢,恢复成使用Redux Sunk之前的一个状态 那怎么去写呢,我把这段代码拿出来 把这个Action Creator这块的内容清除掉 保存 然后我们打开TodoList这样的一个容器组件 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啊 GetInputChanger OK,GetToDoList 这样的一个Action Creator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用了 我们再往下去翻 这样的话,ComponentDeedMount这个生命周期函数里面 我们就不使用GetToDoList去创建一个形式是函数的这样的一个Action了 我们把它恢复到最初始的一个不使用周年件的一个形式 好,这里呢,我们直接去StoreDispatchAction就可以了 大家来看啊 这块呢,首先我去请求数据拿到结果之后呢 去InitListAction,创建一个Action之后去派发一个Action 那当然呢,这块我们用到了InitListAction 但是我们看上面 这个Action Creator并没有引入 所以我把它呢,写在这个位置上 把它引入进来,保存 那我再去看一下Action Creator 诶,InitListAction其实已经被导出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引入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使用之后呢,我们这块代码就算改完了 把它恢复成了之前不使用ReduxSound的一种形式 当然呢,我们还有个地方要改 我们打开这个Store 里面有一个Index 好,在这里大家看啊 我们使用了一个Compose Enhancer 然后呢,这里面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Enhancer之中呢,你使用了一个Sunk这样的中间件 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先不使用Sunk 把它去除掉 好,这块呢,我也不引入这个ReduxSound中间件了 保存 好,回到我们的页面下啊 我们打开我们的To-Do List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提示Axies is not defined 很简单,问题出在哪呢 出在这个To-Do List里面 我们使用了Axies 但是顶部并没有引入Axies 怎么去引呢 我们可以把Action Creator这块的Axies的代码 简切一下 粘贴到To-Do List里面来 保存 再回到代码之中 我们刷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时候它会提示 Axies 404 因为我这里呢 没有做系统代理啊 已经做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Fiddler是否是正确的配置 MapLocal Lister Jason 没问题 有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有可能是翻墙造成的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把Fiddler关掉 把你的浏览器也完全的关掉 然后重新启动一下Fiddler 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小的问题 然后再重新启动一下你的浏览器 输入Localhost 3000 我们打开控制台 Network 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之前我们做的代理配置就正常的生效了 这个接口里面 大家来看Network 我把它往上拖 你可以看到 请求List.Jason 它的内容呢 Hello,Del,Li 都已经正确的显示在页面之上了 我把它放大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恢复到了 不使用ReduxSong的一个 To-Do List的最初的状态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使用ReduxSaga 来实现这个异步的功能 那ReduxSaga应该如何的使用呢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打开Github 在这里我们搜索ReduxSaga 好 这里呢 有一个16.3K star数目的项目 叫做ReduxSaga 我们就用这个中间键 我们点击ReduxSaga 这里面呢 它会详细的告诉我们 如何使用ReduxSaga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安装ReduxSaga 所以要使用YarnAddReduxSaga 我们复制 到桌面上 在控制台里面 我们先停掉服务 运行YarnAddReduxSaga 安装ReduxSaga 安装好了ReduxSaga之后呢 我们打开ReduxSaga的Github的这个网页 我们来看它应该如何的 被正确的使用 我们说 我们要从ReduxSaga里面 引入一个方法 叫做CreateSagaMiddleware 我们把这行代码复制一下 然后呢 粘贴到我们创建Store的这个文件之中 我们打开Store下的index.js这个文件 在这里面 我们从ReduxSaga里面 引入一个方法叫做CreateSagaMiddleware 这个方法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知道它的意思 就是帮助我们创建中间件的一个方法 好 我们接着呢 来创建一个中间件 大家来看啊 这里 ConstSagaMiddleware 等于CreateSagaMiddleware 这个方法执行的结果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呢 生成了一个SagaMiddleware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了一个Saga的中间件 好 那么有了中间件之后 我们如何用这个中间件呢 之前我们用ReduxSaga的时候 大家记得 你是在ComposeEnhancer里面 使用ApplyMiddleware这个方法 把对应的中间件传进去 那么同理 在这里 我们也是用ComposeEnhancer 里面传入ApplyMiddleware 然后把SagaMiddleware这个中间件传入进去 好了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官方的这个文档里 它的一些用法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 它呢 从外部引入了一个Saga文件 那么其实呢 我们也应该再去创建一个Saga文件 因为我说了 在ReduxSaga里面 我们会把这些异步的逻辑 放到单独的一个地方去管理 那放到哪里去呢 其实放到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Sagas.js文件之中 所以呢 我在Store目录下 创建了一个Sagas.js这个文件 好 关闭掉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在Store的Index.js 创建Store这个文件里面呢 去引入Saga 或者呢 我们叫做ToDoSagas From当前目录下的Sagas OK 引入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再看应该怎么做 大家继续翻到这个手册上 你可以看到啊 当你使用了这个中间件之后 你还要调用Saga Middleware的RUN方法 让你的这个Saga文件 执行起来 所以呢 我们调用Saga Middleware.RUN这个方法 大家来看 在创建好了Store之后 我在这写 Saga Middleware.RUN 当然这里运行的就不是MySaga了 运行的应该是这个 我把这个消息啊 ToDoSagas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呢 需要重启我们的 个ToDoList的服务器 所以呢 大家到这个命令行里面 安装好了这个Saga之后 运行NPM RUN Start 等待它充起 其实呢 这个时候啊 你的代码运行 还是会有错误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文档 大家可以看啊 你从Saga这个文件中 引入的内容 那么Saga这个文件里 写的内容长成什么样子呢 大家往上翻 Saga的内容 长成这个样子 首先呢 我们来看 我们要把这段代码 拿过来 写到我们的Saga这个文件里面 好 我们先不写EO的这些东西 我们先只写一个 Generator 也就是ES6里面的 Generator函数 Saga的这个文件的写法 必须要求一个函数 是Generator函数 然后呢 把这个函数导出出去 导出出去的话 你这个ToDoSagas 引入的内容 实际上 引入的就是那个 Generator函数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中间价 去运行这个Generator函数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好了 保存之后 我们回到网页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网页上不报错 好 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我们Redux Saga 已经配置成功了 那接下来呢 在它配置好了之后 我们要把一部函数 写到哪里去 我们要把一部函数 从这个ToDoList 这个组件里面的 Component Dedmount里面 移除到哪里去呢 移除到Sagas 这个文件里面 那我们看 我们代码应该怎么写 很简单 在这里 一样的 当组件 加载完成之后呢 我不去做这个 一部的请求 我干什么呢 我派发一个Action 好 Action怎么创建呢 大家还记得吗 Const Action 等于 我们呢 要去引入一个Action Creator 所以呢 在这儿 我们可以写个叫做 这里 Init List Action 我们查一下 这块呢 已经没用了 所以我把它去掉 但是我们用不到它 我们写一个Action 叫做 Get Init List 这样的一个Action Creator 好了 这个Action Creator 肯定不存在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Action Creators里面 去创建这样一个 Action Creator 它呢 是一个函数 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时候 我们不用ReduxSunk了 所以呢 我们依然回归到 最本质的这种Action 的形式 返回的Action 都是对象 好 这个对象呢 会返回一个Type 它的类型叫做 Get Init List 好 没有什么Value值 我们就给一个类型 就可以了 当然呢 这个类型 我们不能直接用 你需要在上面 去Get Init List 从哪里去得到 这个常量的值呢 从这个Action Tabs里面 去引入 所以在Action Tabs里面 我们要去定义 这样的一个内容 Get Init List 好 这块呢 我们用这个下滑线 来分割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关闭Action Tabs Action Creators 回到To-Do List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当组架加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调用这个Action Creator 去创建一个Action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Action 打印一下 非常简单 保存 然后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这里它会说 下面的这些内容 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们看一下是哪里写错了啊 注释 这块没问题 我们回到代码的报错之中 咱们再看一下 我们下载了一下 我们下载了一下